有关一家7T Pro的曝光 日前又有了新消息 传闻当中的原型后置镜头并没有出现 依旧采用数台镜头组合 其采用了90Hz刷新率屏幕 搭载骁龙855plus全台 根据国外媒体爆料的最新讯显通来看 一家7T Pro采用了五六海平 同时使用了升降式前置摄像头设计 屏幕尺寸为6.67英寸 仍然是Floid Mode显示屏 及90Hz刷新率 这是屏幕主人识别 在性能方面 一家7T Pro搭载骁龙855plus旗舰平台 相比骁龙855 其在Corel 485CPU主屏提升至2.96GHz 而Juno 640 GPU得到了15%的性能提升 在拍照方面 一家7T Pro采用了三摄设计 并不是之前传闻的类似华为Mate 30的原型设计 依旧使用了数块镜头组合 除此之外 一家7T Pro还有麦凯伦电子版 不过在产品发布前 一些都是猜测 你更喜欢原型设计 还是书牌线头组合 好了 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高的资讯就在这中介 欢迎大家支持我们 万万的送中测评频道 免费收集一部品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